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100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的单元 富足人生100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跟大家来探讨 很多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过去在高中的时候 学到这句话 就是曾子曾经说一句话 说无日三省无身 后来大家做了很多的改编 但是无日三省无身 我记得这句话在当时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深刻的一句话 怎么说呢 我说一个人怎么办法一天反省三次呢 后来发现不是 它是指的是说反省三个不同的层面 但是我想这个习惯 在很多的企业家当中 可能都会发现他们都有这个习惯 不断的反省 今天自己一天做了这些事情好不好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值得调整的呢 其实不止企业家 我觉得放诸四海 每一个人都可以适用 包括连学生连小孩都可以无日三省无身 那么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这个反省要反省什么呢 反省哪里呢 怎么做自我的反省 那么在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 很有智慧的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笑语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所以虽然我们讲这个无日三省无身 好像很老派 可是呢 其实它指的就是我们去反思 今天一整天自己做了哪些事情 那想先来请教导师 无日三省无身 要到底我们要先反省哪些层面呢 笑语今天订这题目 我捏把冷汗现在的 二十一世纪的时下的一般人 听到一日三省无身 会不会人家立刻转台 哦真的吗 会不会人家觉得老掉牙的题目 我知道我们换个说法 就是透过反省让你人生成功 哦 这样有比较心理吧 我听你刚提这个问题 我刚提这个 看你提的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有人说 哎呦 什么时代的还一日三省无身呢 但是呢 你提的题目也不错 嗯 我们把很多人的人生看一下 这个能够一日三省无身的人呢 嗯 他的人生是不是 得到的 阶段性成就了 嗯 或者是清真不留白的 实质意义了 嗯 或者是什么样的课题 他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的 特别的杰出 嗯 这跟一日三省无身都是息息相关 对 那也许讲这一日三省无身讲的太 严肃 或者是太Bug了 那我想呢 我们超级生命码经常在鼓励学员呢 我们应该要秒秒GPS 这听起来好像比较前卫一点哈 秒秒GPS 嗯 人家说哎呀 GPS这个是听天听 那什么叫做秒秒GPS呢 嗯 也就是 我们每一天的分秒间 运作进行中 嗯 我们是不是在每一秒钟 都给自己看得很准 嗯 有没有做一些事情不合于当时的情况 啊 或者是不合于礼节 不合于意境 不合于不合于 就是不妥不当 在这一秒或者下秒就看得到 自己就能够警醒自己立刻调整 那么如果真的能够如此呢 那今生呢 应该啊 在成功成就这些方面呢 比较有这么正向性的这个 获得啊 嗯 的这个可能性大一点 嗯 嗯 那你看到好多人 他是不是 虽然 在做什么事 在讲什么事 他都是有很充足的理由啊 对 头头是道啊 引进据点啊 但是 往往是道理越多的人呢 他越不一日三行勿生 嗯 那产生的错误呢 好像也比较多 但是他产生错误以后呢 可能他有更多的理论呢 来做某种解释呢 所以 可能一晃三年五年十年 然后这辈子走的差不多了 再回来看这一生 好像也是蛮可惜的 嗯 或者是有什么地方的遗憾啊 不圆满啊 或者怎么样的议题 可能今生来不及 研讨了要等来世了 嗯 那就比较令人啊 不经一症一酸了 嗯 所以还是看要看啊 你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 在这一刻就要给自己一个 哦 理由吧 嗯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哦 来做好 做对 嗯 而且每一步都是无悔的人生 我想这样子会比较好 嗯 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导师有说过 就是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不是带着对未来的疑惑去前进的 而是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之后 才去前进 哎 我觉得这差了非常多 刚刚导师说到淼淼GPS吗 嗯 我想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人生要做什么 所以 我的GPS可能只是 只能在 哦 好吧 这个 在节目上面说要淼淼感恩 要这个带着爱与感恩 那我就先做这件事情好了 嗯 就这样子每天帮自己 呃 自我的去反省 有没有做到爱与感恩这件事情 可是好像就结束了 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 是不是好像还少了些什么 就是反省完过后 到底还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补上这个 好像遗憾或是缺口呢 我们的淼淼GPS啊 嗯 它是淼淼添进行 好 它是进行式 嗯 嗯 它不是预期未来可能的一个时间点才去做 哦 所以这个是当下 它就要有一个结论 嗯 哦 淼淼GPS 那既然是 当时就定位对错 啊 或者是得疑与否 那下一秒就要告诉自己如何改进了 如何补强了 嗯 如何如何如何 那这就是先有第一步 那有第二步 第三步 这样子的 今日是今日必啊 嗯 那我想这样的人生会更加的灿烂 更加的精彩 老师那我们这样的苗苗的GPS啊 呃 是在 人生的哪些层面可以来运用呢 像笑语像问这个问题就觉得问得很复杂 对不对 笑语说要在人生哪个层面才能运用 嗯 因为在人生的每分每秒的各种层面 嗯 所有的事情 哦 你比如说 我记得到正神广播电台好像有个楼梯 对不对 对对 从那个人行道要上去有个楼梯 对不对 对 那可能 我们今天爬楼梯OK 明天爬楼梯OK 后天爬楼梯觉得腿酸 而且这个膝盖好像跟前面两天不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苗苗GPS 当场就定位 看 诶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嗯 那问题 它的这个来的原因 那我们该如何的防范 那这里面有没有我们需要去study 更多的知识 来了解这其中的这个解套 嗯 还有很多的这些 从这个事情去到很多的未雨绸缪 这就是你在定位你这一秒钟 从你的这个膝盖的感觉不对 或者是腿 突然觉得就这么几个阶级就这么酸 那是不是要告诉自己 在哪个部分要补强啦 嗯 这方面都要加强配合啦 嗯 那这就是苗苗GPS的用意 在每一秒钟都要看到 感觉到 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可以 更求心求变 求得更好的 嗯 那就在苗苗中啊 把它抓到 然后开始运作 嗯 哇 我觉得老师刚刚给的这个例子 非常的清楚 真的就是在 人生的每一个层面 你都可以来做运用 包括连身体的部分 刚刚说膝盖酸啦 或者脚酸啦 你都可以来做 这个 反省啊 或不只 可能讲反省会觉得好像有点严肃 其实就是 你去看到自己的一些情况 然后 适时的去做一些调整 我想这个就是 反省 或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苗苗GPS 能够 很清楚的来 做很多的运用 那其实我们说到 无日三省 无身啊 这个三省呢 它指的是三个人生当中 不同的面向 这个曾子书呢 他每天睡觉前 都会自我反省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替别人做事 有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吗 好 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原文 原文是说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好 所以他说第一件事情 就是替别人做事 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吗 第二件事情 是跟朋友交往的时候 是不是言而有信呢 有没有都做到了 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呢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 是老师所教导我的课业 有没有独熟的吗 还有老师教我们去做人处事 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 这是曾子的 无日三省无身的 三个不同的层面 刚刚讲到第三件事情 大家应该听得都会很有感觉 因为老师在节目当中 经常教大家很多的方法 但是有没有去做到呢 这个大家可以来自我的 做一些询问 所以想蛮好奇 所以老师 是导师的吗 还是会每天做这种 秒秒的GPS吗 当然会哦 我觉得刚刚我们谈到说 爬楼梯 可能有个什么样的反射 然后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然后看看 关联性的啊 各方面的啊 整套的东西 把它做到完美完整 对我们来讲就是加分嘛 就是预防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未雨绸缪 那是好事啊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应对进退啊 带人接物啊 我们讲话的这个声音啊 这个语气 就是到这个该要表达的这个味道啊 还是过多了 还是不急 我想这也是三型无神里面 能够抓到什么样的重点 给自己一个激励 突破更加熟练的这样子的一个 说话的技巧 那也是好事一件啊 对不对 对 那么我刚刚还要讲呢 还没来得及讲 刚好你先问我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 每一天的心情 时好时坏 这个好像是兵家常事 对不对 那心情好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 你今天为什么心情好 那这个心情好的理由 或者是感觉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随时 都能够让我们 所谓的长相左右啊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经常的 心情就好了呢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心情不好 那我们是要秒秒的GPS 去把人家心情不好的点 为什么 把它抓出来 那这样子 比较对得起自己了 就是说你心情不好 一定有个原因 但你不把这原因抓出来 你就一直心情不好下去 杀伤了我们的细胞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影响 对我们是不利的 那当我们用心的看 为什么心情不好 结果想着 是答案A吗 答案B吗 答案C吗 就想着想着想着 想到这个结果眼上了 才发现 哦原来是 今天早上我进公司的时候 老板给我一个眼神 非常谢的眼神 所以让我有很多的联想 导致现在心情不好 对 那你就抓到这个理由啦 那这个理由 那我就要去想 那为什么老板给我那个眼神呢 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呢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本来是一个不好的 一个 啊 signal呢 哎 现在因为我们的这样子一个 认知的正确 可能我们就预防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的发生 嗯 那你说这样子的 随时秒秒GPS 对我们来讲 是收获还是损失 嗯 当然是收获了 对 所以我们要来运转啊 我们这个局啊 嗯 啊 不好 那什么不好呢 那穷则变 变则通 那一变化了以后啊 一改变了 改革了啊 这个做法都不一样了 对 带动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刚刚好傻 为什么心情不好 其实就是点事情而已 嗯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看人啦 你是不是能够 立刻解决 还是要等完今天 大小时回到家 自己继续闷闷不乐 明天睡觉起来 然后才觉得 啊 算了吧 那我们已经损失了24小时 对 还是立刻就找到了 啊 什么样的理由 然后 见招拆招的 把它突破了 嗯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本钱咯 嗯 那就是好事一件咯 对 这样子 没错 我想 呃 在这个 导师刚刚说的 这段话当中 给大家很多的提醒 我自己是觉得 受益良多 呃 重点呢 就是在于说 我们在这个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说是为了别人 但是同时 我想更大受益者是自己 因为你自己 能够做自省 而且或是在生活当中 做这个 苗苗的GPS 其实相对应 我们身处环境 或是相处人当中 就会带来很多 善的循环 跟正向的改变哦 我想刚刚的这段话 非常值得大家一听再听 呃 我们节目都有重播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 重播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 待会儿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哦 呃 说到这个无日三省无神呢 到底反省重要性是什么呢 那很多人会说 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或是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太大波澜的时候 要做反省 或是做忏悔 的事情的时候 好像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我们跟别人发生冲突了 哎 你还要我反省 哇 这个大家可能就会很反弹了 那么到底要怎么剪呢 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 听一首由太阳顺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我的太阳 稍作休息 马上回来 音乐 只爱着我的太阳 赐予了真力量 生命从此好光亮 让爱回到身旁 而是那心愿被醒望 年少的盼望 能飞翔 今生的向往不迷茫 生命的课题前进下 人生的兴望有方向 展现曾经的梦想 因爱重生 随光既蒸放 感恩有太阳 伴我笑 陪我扬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100问 欢迎回来 正生台北条平台FM104.1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的单元 富足人生100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人事间 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主题 跟大家来谈到 就曾子曾经说 无日三省无身 还有呢 刚刚导师也说了 要生活当中都可以做 秒秒的GPS 这个秒秒GPS呢 就可以运用在生活的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里面 去感受你的身体 感受你跟人际的相处 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来调整的地方 我们有一句话说 防围镀剑嘛 就是你从小处来做着手呢 就不会酿成很大的灾祸 其实很多相同的道理 比方说击沙成塔 我们每天都做一个 小小的改变跟调整 那这个塔堆叠起来呢 它就会是正的 好看的塔 如果没有从这个最底层 最基础的一沙一石当中 来做调整 它堆叠起来的塔 可能就是歪歪的 好 所以这个我想很值得 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议题 是不是要 无日三省无身 要这个反显重要性是什么呢 在今天的单位当中 我们同样再次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 不管是无日三省无身 或者是刚刚导师 在前一段当中提到的 秒秒GPS 导师认为 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前一秒钟就把可能性的灾祸的理由避开了 那下一秒钟可能就避险 对不对 对 那如果前一秒钟没有注意 那后一秒钟可能就要付出代价 所以你说是不是要立刻来做调整 来做进步 它的这个积极度 那绝对是正面性的答案 如果我们看懂了 对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很重要 那我们想通了 那这些东西呢 自然而然的自己想而愿意去做 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有什么这样的帮助 或者是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可能就是一下清楚一下不明白的 那最后呢 还是有可能会耽误到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像做数学习题一样啊 是要很清楚明白的时候 才能够好顺利的解题 那人生的方程式啊 如果没有好的这个切入的角度啊 正确的方法 以及民主的逻辑呢 那你要解这个一条一条的这个人生方程式 相对来讲是有困难 所以为了没有困难 又应该 一日三醒无声也好 或是苗苗GPS也好 应该要非常积极的争取 给自己更多可能成长成功的机会 其实我想这个苗苗GPS跟 无日三醒无声可以搭配着来服用 就是你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定位 重新的定位 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后续麻烦的事情 但是到晚上睡觉前呢 可以再运用增子说的这句话 再从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层面 去做反省 或是去做检视 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 再需要从策略上再去做调整的 有小而大有大而小 我觉得这都是两者可以来做搭配的 我刚刚想到这个苗苗GPS 真的最好用的就是在骑车的时候 或是开车的时候 因为在路上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人 就是那一秒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爆发了 所以后面就发生很多 不好的事情 比方说跟别人打架啦 拦车啦 车祸啦 撞车啦 或是曾经发生过一些社会案件 就是跟老婆争吵嘛 那争吵完之后 他情绪很高涨啊 非常的有这个暴力之气 于是呢 他就拿刀砍杀了 就停等在路边 要等着接姐姐下班的一位机车骑士 你说这件事情真的是 他其实有很多 前面的步骤可以做预防的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当事人 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 如果有意识到有苗苗GPS的话 其实不会衍生后面很多的问题了 我想这就是看自己有没有看到这个层面 对我们是如何的重要 其实我们去回想一下 我们生气啊 他也是有步骤的啊 对不对 从没事到什么事情 接触到什么样的刺激 对不对 对 然后心情是怎么样的变化 然后外界又加进什么样的刺激 然后可能一直在repeat 然后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就爆炸了 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们可以描描描GPS 随时读着自己的心 看着问题到底是在哪里的起因 如何来做调整 描描之间就已经有所知了 那我想这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影响 比较不要到后面产生那么大的代价 那你说到后面事情爆发以后 我们再回来反省 那可能就有些东西已经 我们要消耗掉 或者是对我们来讲不利的 或者比较遗憾的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避免 那怎么开始呢 就是秒秒GPS 随时在我们的身心灵 我们都守住 那么静心的一种细微的感知 或者是观察 很多时候只要你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呢 就不是你刻不刻意的问题了 就随时给自己加分又加分的 这种好事就一直出现 那真的如此的话 对于我们的人生 当然是好上加好 那越做越顺 然后在这个善性的轨道里面 一直的成长 那成就非凡 那我想这个其实 今生不留白啊 然后 那么难得来到了红尘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好好的给自己做 某种的规划定位 真的看到后面的结果 是自己满意的 有成就 给自己一点 欣慰的 我想这是很重要 而且我想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老师也曾经说过 就是要淼淼感恩 我觉得在这个淼淼GPS当中 就可以把这个爱与感恩的元素 也跟着放进来 是不是有在这感知 刚刚老师说感知自己的一些状态 还有对于事情 有没有淼淼的感恩 有没有淼淼的充满爱呢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大家 可以好好来练习的 那每次说到练习这两个字呢 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种 啊好难哦 也要再花时间 花力气来做 不过刚刚老师也告诉大家 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练久了 它就会变成一种 自然而然 它就不会是一个刻意了 你在生活当中 就会很自然的浮现 这两件事情爱与感恩 就以这个骑车来做举例 我记得也曾经在多次节目当中分享过 过去骑车是很 很冲直撞的 是那种 一起上车就六情不认的那一种 就是会 在路上可能 这个人稍微挡一下我的路 或者是前面骑的比较慢 我就会容易情绪就上来了 可是呢 自从听了导师说 要喵喵感恩 然后喵喵充满爱之后呢 我就发现我骑车真的就差了蛮多了 我就不再会有这么容易情绪就上来 前面如果人挡了我的路 或是骑得比较慢 我就想感恩他 让我少了这个发生车祸的几率 可能因为他骑得很慢 所以我必须减慢速度 我可能就避免了前面我 因为骑快车而导致的一场灾难 所以这个练习其实只要练久了 他就会变成一种 说什么降龙十八掌嘛 他就是一个画招式于无形 就变成在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事情了 对不对 完全融入了你的生活以后 你会发现 哇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真好 让自己总是好的事情发生 那坏的呢 都在前一秒钟已经被这个过滤掉了 那如果可以这么一来的话 那人生都是好事 那可能就是亮丽精彩 美满幸福的人生哦 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的人生谁不要呢 那如果要 那是不是我们就要来看怎么做呢 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在超级数码系统里面呢 讲什么呢 就是讲这些东西 如何赶快达到幸福美满 亮丽的人生 那么有这样子的像太阳光 这么样的光明 来让我们精神不留白的 创造各种夹击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 应该时下的人都是梦寐以求的吧 对啊 没错 而且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的学员呢 有很多是事业有成的老板们哦 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其实赚买多钱的 可是呢 他们也还一样 同样是需要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来做很多的学习 跟做很多的自我的调整 其实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老师一定听过非常多这种 整个人因为超码而得到改变的案例 非常多 非常多 这个四脑工商 或从小孩子到这个多少岁的老人 只要他愿意改变 只要他愿意 所谓的秒秒GPS吧 一日三省无声吧 那他就真的会看到 在改变中见到这个奇迹的洗礼啊 嗯 这几十年都没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竟然发生 嗯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日三省无声啊 我们有没有在在帮助朋友的时候 是真心啊 是怎么样啊 其实在秒秒GPS里面 我们在随时观照着自己的起心动念 其实也就在这个时候 看到自己的用心对错与否 嗯 所以刚刚提到说 有没有真心的在帮着朋友做事啊 什么的 这也都在秒秒GPS里面呢 都完成了 嗯 那如果这么样子的啊 秒秒间就能够非常啊 务实的完成我们新的一个检查 以及设定 对 我想好事连连啊 时日可待 嗯 更有可能就是下秒会发生 嗯 那如果真的如此 我们何必要绕远路呢 那就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在这上面 先来要求自己达到这样子的 啊 一种火候吧 练习 看着好事一件件的发生 那这个亮丽美满的人生 我想就不是传话中的一个口号 而是真正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有心要改变生活 嗯 在世界各个角落 不论任何人等都可以立刻立竿见影的 就看到丰硕啊 圆满的成果 那如果真的如此 人生真的是很值得了 嗯 真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淼淼GPS啊 或是淼淼的做感恩 爱与感恩的练习啊 嗯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这不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吗 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呢 就诚如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的 人生这么巨大的一个蓝图 它就是透过每一笔画 构筑起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中间 很多细致的一直来做调整 比方说像刚刚导师 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些智慧的提醒 就是我们是不是对待朋友的真心 还有我们是不是做事情的时候 尽心尽力 我们是不是言而有信 其实真的 我们自己在那个当下 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 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有做到这些事情了 所以不一定要等到晚上睡觉前 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淼淼GPS 你就能够淼淼的帮助自己的 作为自己的定位了 你就能够去 刚刚导师说 关照你自己的内心 其实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件事情 尤其是现在的人 都觉得生活很忙碌 步调很快 在这个很快速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细节 就会被我们忽略掉了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把这个淼淼GPS 融入在生活当中 就能够击杀成它 让我们的人生 刚刚导师说 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 那么我想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一直提到 超级生命密码 它其实就是一个系统 它是有步骤 有方法的 像这个淼淼GPS 也是由导师所提出的 其中一个方法 当然里面还特别有讲到 爱与感恩 在这个系统当中 很多的学员 他们都透过学习 步骤的落实 而让他们的生命 发生了改变 刚刚导师说 这个市农工商 不管社会当中的 哪一个阶级 甚至刚刚我提到说 这个老板们 我认识这个 这个超码学员 其中一位是 每个月订单 是不知道几百万 还是几千万的 非常厉害的 这个老板 他也说 他就是每个月 透过这个系统当中 很多学习的课程 他即使如此的繁忙 他都还是一定会 抽时间去上课 他说每一次上课 他都觉得 自己的人生 又重新的 焕然一新的感觉 那我想如果连 赚很多钱老板 都有这种感觉了 更况是 如果我们人生 也想要达到 我们自己内心定义的 成功的话 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有世界各地 上千万的学员 他们都透过学习 科学的验证 来证实自己 在这个生命 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有没有获得改变 来验证了 也邀请所有的朋友 也今天有听到 节目的话呢 也邀请大家 可以一起来实验看看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步骤 是不是也可以 在你的生命当中 发生了不同的改变 那如果在聆听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问题呢 我们也都先提供电话 给大家 可以先记下来 上半时间再做询问 这个电话是台北电话 0255995439 0255995439 工作人员呢 工作伙伴都会非常热情的 为大家来解惑 在全台湾各地也会有 这个圆满人生精英会 也就是读书会 会跟大家一起来导读 导师的书籍 超级生命密码 里面呢 也同时会有很多学员 来分享他们人生 自己的经历 我想透过听别人 人生经历呢 其实也可以对应到 我们自己人生的课题 有时候它是非常想象的 我们透过听别人的分享 也能够去做自我的调整 那另外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直接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以及粉丝专页 另外在手机APP当中 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 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APP 只要搜寻这几个字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APP 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 也有很多免费的素材 像是访谈啦 还有这个歌曲也都在上面 导师也会把这个星座放在上面 提供给大家做免费的聆听 当然最后我还是再次的提供给大家电话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再次提供给大家 那么今天富足人生100问的单元 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夏宇 谢谢大家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也再次送上太阳上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天地恩情 希望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充满着天地的恩情 可以很平安跟健康 我们下周六同个时间 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再会咯 拜拜 拜拜 詞曲 李宗盛 寒天靜 青藏碎 漫漫醉意 此情 陷入心底 天和地 總此祝福傳奇 千年約定盡 雙心 你我相為你 天的恩情 總緊握 你我要珍惜 風揚映 千古清 天的藏心 總為幸福揚映 天的恩情 有心靜 我心感動 光手癒 暖暖發流 又如何暗天際 青藏碎 漫漫醉意 此情 陷入心底 天和地 總此祝福傳奇 千年約定盡 雙心 你我相為你 天的恩情 總緊握 你我要珍惜 風揚映 千古清 風揚映 千古清 天的藏心 總為幸福 天的藏心 總為幸福 你一向温宜 一向眼淚 千古清 一向眼淚 千古清 千古清 多之情 千月叮尽双心 你我相为你 彼岸情曾经往 你我又珍惜 风又一千孤寂 天地发现 总会心不愿意 彼岸情 今生亦亦亦争 心惊 继续天地遥留 与天地透镜 一份美丽守候 一份美丽守候 三天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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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